接下來剛剛講下拉選單 如果最好是全部都可以做下拉選單 然後可以以後點下去自動可以有清單 這樣在輸入上面也方便很多 然後呢最好是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就是自動跳出單架出來 這樣會更理想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當然 第一個你會面臨到問題說你的對照表 到底你的品名有幾個項目 你會發現這邊有重複對不對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我們先建立一個品名的工作表 在品名工作表建立之後的話 接下來把這個B2一直到B2按Ctrl鍵 選C2 再怎麼樣再往下 Ctrl Shift向下 或者你先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因為如果說我今天的這範圍裡面有重複對不對 我先選B1 然後再往下選 選到那個最下面的 最下面的這一個按Ctrl鍵把它選起來 那再把它複製起來之後 複製之後的話 我們再到品名裡面把它貼上去 貼上 但是我們這邊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我希望留下來什麼 留下來是沒有重複的部分 那其實如果沒有重複的部分的話 這個都刪掉 都刪掉 留下來就是你要的部分就對了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對不對 然後 移除重複 他問你說呢 你有沒有標題欄 有 有沒有打勾了 他預設就是這個 這個是欄為名稱 那接下來的話 你要針對哪些去做移除重複 那這兩個 因為一定是對應的嘛 玩具多少錢 這兩個是一致的 所以這兩個打勾案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就知道 幫你怎樣移除掉 1000多個重複字 留下5個 所以你的對照表就出來了 玩具對照的就是這個對照表 那其實將來你要去把 其實將來你要去把